好,我們進行第二刀 Fy5.8的鑽孔 首先 建立刀具 產生 鑽孔 那我們的 刀刃長給他50 一般買到的都超過這個規格 然後Fy5.8 其他的地方不用設定,但是有時候他這邊會幫你偷改 所以我們再把它填回50 那名稱現在是 3號刀 那是Drill 5.8的規格 刀具編號也是T3 刀刃數是兩刃,關閉 好,這把刀就建立出來了 接下來我們就是 工法選單 鑽孔G83 左鑽 好 也是一樣由上而下檢查 孔1號特徵 工作坐標 仍然是NUN 世界坐標 素材跟剛剛一樣 刀具 換成3號刀了 然後鑽孔的參數設定 頂部 還是素材 加工物件的深度是使用者制定 那我們要貫穿他 給個20 然後每次 鑽鑽深度 4個 MM 公差 5μ 繼續保持 然後看到 3條紅線的提刀高度 一樣 再按一次計算 確認 刀具 他會 調整到 合適的 高度位置 然後 進退刀與連結 仍然保持 安全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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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圓弧平順快速移動 進擊率 在我們這一隻刀子 是採用 1300rpm 130的進擊率 環降 給個不一樣 看程式比較容易 我們給 131 快速移動還是6000 計算 好 這個時候 鑽孔的 刀具路徑 就出來 順便檢查一下 他有沒有 貫穿